學習台灣語言 這也是傳統與創新的交織 台語歌曲的魅力 在於用詞意境豐富 能在簡短的句子中 表達情感 形容台語 是種優美的語言 並不為過 每種語言 都有它的特性 有它優美的一面 台語 應該可以說 你世界上 比台語更優美的語言 不容易找出來 我們台語 可以追溯到 差不多三千多年前 甚至四千年前 最早的是 那時候在中原地區 在講的就是 我們這個合作為 就是我們的台語 台語絕對不是 很粗魯 沒有隨身的語言 相信大家來學這個台語可料 你的發言說 那世界上要來 批評說 對一種語言 是比較優美的 台語一定白頭看的 因為台語有兩個特性 台語 有變調 這變調是世界上 可能很快去找其他 的語言 有像台語這種變調的方式 台語還有入聲 這個入聲 會讓我們的講話 異陽遁措 非常清楚 台語這兩大的特性 是最像 世界 你要找 像台語這種意見 不太多 我們 會覺得 台語有時候 我們怎麼找 沒錢 不是說台語沒錢 其實 在原調進行 在 漢民族的中原地區 本地就是大家都用 合流 就是我們的台語在講話 不管是官方 還是民間 本地就是大家都說台語 說合流 這不夠完調的時候 因為 原生做 忽畢類 通在中國之後 一聲令下 規定用北洋語來做 換話 之後 整個漢語 就轉變 台語天地課程上 也教大眾如何朗誦經典 用台語讀經的優點 以科學的角度來看 確實能刺激 腦內非的分泌 從小學習台語朗讀 可以讓孩子們 創造出幸福感 並提升學習興趣 法界新聞 五庸區高雄採訪報導